产房内女人边挺着运度生娃 一边怒骂她的首富老公 但你有什么用 连个闺女都生不出来 这次要是生出个代板 我就休了你这不争气的男人 突然产房的医生大喊生了生了 夫人你看 是个千金 女人这才松了口气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来了小公主 紧绷的身子也在此刻放松下来 没一会儿便躺在床上沉沉睡去 小奶娃心急如焚地看着床上刚生产丸的亲妈 老妈别睡了 你家的宝贝就要被坏人拖走了 奈何只能发出咿呀呀蚊子一样的声音 一想到最后他们都会死 小奶娃最终还是放弃了 于是她也闭上眼睛呼呼大睡 就在这时 房门被人悄悄打开 快点把孩子抱走扔了 等三少夫人醒了就麻烦大了 说完两个人鬼鬼祟祟地走了进来 小奶娃看向病床的方向叹气 看来扔自己的人来了 老妈你女儿我就要被扔掉 好心人谢谢你生下我 你以后也要多加保重了 对了你还要多防着点你那个姬妹 她很快就会来抢你老公 算了 命中注定我们俩都得死她 现在说再多都没用 好吵 淋漓呼呼中 苏夏景听到有人在她耳边嘀嘀嘀嘀 死 谁要死 苏夏景缓缓睁开眼睛 结果刚好撞见唐管家和阿姨的作案现场 她的视线挪向阿姨手上拎着的音 与此同时小奶娃也睁大了眼睛 哇我妈真好看 不愧是生出我这么漂亮女儿的人 小奶娃再次在心里念叨起来 好想跟漂亮妈妈贴贴 想跟漂亮妈妈一起生活 只可惜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小婴儿的经历实在有限 很快睡一如潮水般向她袭来 再见了妈妈 小奶娃与其悲壮 对着妈妈做最后的告别 苏夏景听后呼吸一致 拳击恶狠狠地蹬向管家和阿姨 你们要带我女儿去哪里 文言两人的动作一讲 我们就是听到小小姐的哭声 所以就想着过来哄哄孩子 苏夏景注意到了他们脸上的慌张 再结合刚才女儿的话 她依然明白这两人要对自家宝贝图摸布 奈何她现在身子太虚弱 正面冲突逃不到半点好处 于是苏夏景伸手示意两人把孩子给她 管家和阿姨面面相去 怎么 我这个当妈的还不能抱自己女儿 她的声音很虚弱 但脸上透着坚决 管家反应迅速 用手肘撞了撞阿姨 好的 阿姨小心翼翼地把婴儿递了回去 苏夏景接过孩子后 立马换到另一只手抱着 然后对两人下达了竹颗令 说等一下会有月扫过来 没你们的事了 管家和阿姨再次面面相去 先不说三少夫人为什么突然敌一这么大 但很明显 老爷交代的任务是完不成了 直至两人离开病房 苏夏景都一直紧紧地抱着孩子 她的宝贝女儿刚出生 就有这么强的威胁意识 为了活下去拼命将她唤醒 当妈的又怎么会舍得让孩子陷入威胁 睡梦中小奶娃隐约听到嘈杂的脚步声 人来人往吧 猜测自己可能被扔到街上某个垃圾桶 经历了十次拼了命也改变不了的人生 她已经不想再去究竟 活了十世 命却一世比一世短 重生的年龄也一次比一次小 这一次是刚出生的婴儿 说不定下次就是胚胎了 反正都是注定要死 不如趁着还能活 多睡多吃 可这里的环境实在太长 就不能把她扔到偏僻一点的地方吗 小奶娃烦恼地睁开眼 下一秒她头顶就升起大大的问候 自己不是被扔掉了吗 怎么还在病房 听着这熟悉的嘀咕声 苏夏景就知道女儿醒了 她赶忙示意月扫阿姨的小声笔 堂堂醒了 看着近在指使的大美人 小奶娃眼睛瞪得低流圆 漂亮妈妈贴贴 文言苏夏景立马抱起女儿 然后轻轻抱抱举高高 小奶娃有点猛 但还是不免担忧起来 既然老爷子认定她是不祥之人 将来会害了唐家 对方肯定还会想办法把她送走 听到女儿的话 苏夏景顿时心疼地说不出话了 唐家老爷子的眼里只有家族利益 一旦察觉存在危害家族的女化 即便是亲生儿子也不会心愿 更何况是这个尚未谋面的孙女 苏夏景又看向月嫂 王姐麻烦你帮我收拾一下行李 等阿琛来了 我们就出院 她刚刚留意过了 只有她能听到女儿的心声 所以她必须在唐家下手之前 带着女儿去个安全的地方 小奶娃哪还看不出妈妈的心思 我的傻妈妈呀 你就算带着我躲过一两次 我将来还是会因为同样的原因 被迫离开唐家 然后死在一个没人注意到的角落 早死是我的命我认了 可你还有机会改变命运 不久后你的妓妹就要来抢你老公 而你在失去女儿和丈夫背叛的 双重打击下自寻短见 所以你还是想想怎么自救吧 苏夏景此刻才明白 原来真正的敌人是她的枕边人 于是她当即改变了族意 不用等阿琛了 收拾好我们就出院吧 苏夏景把小奶娃交给王景 自己则去卫生间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等出来时发现病房热闹了许多 老婆我回来了 庞北琛随手把外套扔在沙发上 然后给了夏景新一个大大的拥抱 孩子预产期原本是在十天后 她刚接手公司 很多事情需要亲自处理 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她连口水都没喝去直奔医院 苏夏景本想安慰她几句 可当注意到不远处的季妹苏楚楚 她就感到一阵反胃 脸色一沉 不动声色推开唐北琛 你知道我辛苦就好 家人突然过来 这一时半会执意出院 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更麻烦 苏夏景没办法只好躺回病床 此时唐北琛总算想起了女儿 我们堂堂在哪 让爸爸看看 王姐连忙将孩子抱了过来 小奶娃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男人 没想到老爸年轻时真挺帅的 难怪我的漂亮妈妈会看上她 唐北琛目瞪口呆着看着眼前小家伙 是谁在模仿她女儿的口吻说话 我这个渣爹怎么表情这么带 傻了吗 病房里现在有八个人 其中七个人的声音她都很熟悉 唯独这个陌生又自称她女儿的声音从未听 难道这声音真的是她女儿发出的 而小奶娃的嘀咕还在继续 谁能想到 现在这个深情款款的男人 会在我妈精神状态最不好 最需要陪伴的时候 出轨被怕我妈呢 果然人渣就是人渣 刚准备去洗手抱抱女儿的唐北琛 一个狡猾险些一头撞在门框上 你爸我活了28年 只爱上过你妈一个 你可别乱造谣啊 这是继母魏淑芬拿出事先准备的礼物 一个平安锁以及一对金手桌 她将平安锁送到小奶娃面前 这是你外公找人给你定做的礼物 小糖果喜欢吗 外公送的必定是纯金实心的 那必然是喜欢的 于是她伸出肉糊糊的小手抓向平安锁 见状魏淑芬很是惊讶 把平安锁收回了盒子里 你怕不是有大病吧 都知道我喜欢了 还要把平安锁拿走 但是我外公给我的金子 你那么算找你外公要去 苏夏景算是看出来了 她的女儿还是个财民 刚出生就知道护财 给我吧 苏夏景拿过未数分手中的平安锁 然后隔着一层衣服给女儿戴在脖子上 小奶娃急忙用小手颠了颠 黄金的重量真让人安心 这玩意儿她要一直带着 这样以后就算被扔掉 她也能靠着这个东西在死之前改善一下生活质量 漂亮妈妈真好 要是能把金手镯也给她戴上就更好了 毕竟以后的养父母工资都不高 家里还要养活两个孩子 能不忍东挨饿就已经不错了 要是有了这些金子 就能改善全家人的生活 看来得在被扔掉前多攒些鸡血了 听完新生苏夏景整个人都无语了 这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 才会总觉得自己要被扔掉 只要有他在 他是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把镯子也给我拔 苏夏景伸手找未数分要了金手镯 然后一手一只给堂堂戴上 见状小奶娃开心的晃小土 我爱漂亮妈妈 也爱沉甸甸的金子 这时一旁的苏楚楚酸溜溜的来了句 带这么多金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爆发户呢 堂堂很想翻白眼 奈何太小翻不了 爆发户怎么 爆发户吃你家大米呢 平等的鄙视所有不懂欣赏黄金的人 外公苏建森轻轻掐了下 孙女肉嘟嘟的脸蛋 接着对苏楚楚冷声斥责起来 大喜的日子 干嘛说这些扫兴的话 苏楚楚脸色一阵白一阵 飞水瞬间在眼眶打转 她委屈地看向魏淑芬 又看了看不远处的唐北辰 头一次怼了讨厌的人 还被人这样无条件为虎 小丫头的心情很愉悦 就是就是 不会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我还没嫌弃你身上化妆品和香水的味道呢 熏死个人 苏建森微微皱眉 询问魏淑芬和苏楚楚是不是喷了香水 尤其是楚楚 我们是来见你姐姐 又不需要你抛头露面 干嘛要化那么浓的妆 苏夏仅用手挡着女儿的口笔 用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 吩咐陈一去开一下窗户 唐北辰此刻也打量起苏楚楚 认识这么久 她从来没怎么关注过这个小姨子 并像中好像每次见面对方都会精心打扮 平时也就算了 事关刚出生女儿的健康 这点绝不能忍 香水容易刺激小婴儿的呼吸道 唐唐现在还太脆弱 这么浓的气味对她来说负担很大 楚楚你还是先出去吧 苏楚楚眼底闪过一丝怨度 但很快就被脸上的委屈可怜模样掩饰 一旁的魏书芬脸色变了右边 那我和楚楚先去外面等着 说完尴尬地拉着女儿走出去 哦 外公好细心好帅 扎爹这次表现得不错 可介于他几年后就会出轨 所以还有待观察 苏建森暗暗握紧拳头 好你的唐北辰 我女儿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事业 冒着生命危险给你生了孩子 你竟然敢背叛他 唐北辰此时真的是欲哭无泪 小祖宗你行行好 放过爸爸 别再造谣了好吗 病房的气氛渐渐变得微妙起来 唐北辰心里更是甚得慌 他连忙转移话题 下下你怎么换家具服了 苏夏紧撇他一眼淡淡的 我要出院 唐北辰一愣 那我让家里管家准备一下 不用了我回自己公寓住就好 听到这话堂堂很开心 住在漂亮妈妈家就可以暂时不用被扔掉 要是能继续跟漂亮妈妈和亲亲外公生活久一点就更好 想着想着他又睡了过去 肉呼呼的小手下意识钻井刚得来的平安所 苏建森大惊 谁要扔掉我孙女 他突然想起 上午的时候听人说过 圈子里很有名的玄亲大师来京都了 难道是唐家请来的 在他外孙女出生这天请大师来京都 现在外孙女又说有人要扔他 这很难不让人怀疑其中会有什么猫腻 苏建森拿过外套披在苏夏井身上 让月嫂和阿姨拿上行李 我们回家 爸爸来照顾你和唐唐 此时唐北辰已经被女儿的心里话杂懵了 眼看岳父就要带着老婆和女儿离开 他急忙追了上去 爸我来吧 不用 苏建森冷冷地甩开唐北辰的手 你要是真想为老婆和女儿好 就该先解决你家里那些事 唐北辰还想要再追上去 这时秘书带着几份文件云面走的 从现在开始 接下来的一个礼拜 不对是半个月 我都要请产假 有事你们秘书是看着厨女 说完就火急火燎的朝母女方向追去 心爱的老婆孩子都要没了 谁还顾得上工作 苏夏井最后还是坚持回自己的公寓 他决定提出离婚 被女儿提醒后 苏夏井过往仔细地回忆了下 发现自从他第一次带唐北辰回家开始 苏楚楚总会在他面前表现得特别积极 玲玲只和他相差两岁 嗲里嗲气的模样 却像个撒娇的小女生 而且总喜欢做一些幼稚的事情 引起唐北辰主意 以前苏夏井只当对方喜欢做妖 如今想来 这个季妹一开始就盯上了唐北辰 即便他们已经结婚有了女儿 她仍然虎视眈眈地打着唐北辰的主意 据女儿所说 这对狗男女会在几年后搞在一起 虽然不知道具体几年 但苏夏井不想在这种经不起考验的感情上浪费时间 这不单单是为了自己 更是为了女儿的未来 她自己就从小没了母亲 爸爸即便在爱她 在婚后注意力也无法在她一个人身上 弟弟出生后更是忽略她 而继母又是人前人后两副面貌 不知为何 想到这里 苏夏井的脑海里 突然闪过一个跟她长得很像 但身上穿着破烂衣服的小女孩 望眼欲穿看着什么的画面 随后又是双眼无神 人不人鬼不鬼的自己望着某个方向傻笑 一个个画面如走马灯般在脑海中飞速闪过 紧接着一股寒意席卷苏夏井全身 心跳猛然加速 回想起女儿在医院里说的话 她不由地感到一阵后怕 苏夏井是一个非常固执的人 就像她当初不顾家里人反对非要进娱乐圈 做出成绩后不顾所有人反对执意要引退结婚 小奶娃醒来的时候已是晚上 整个房间安安静静一个人也没有 漂亮妈妈也不在身边 难道是有人趁妈妈不注意把她偷走扔掉了 小小的脑瓜里浮现出各种猜测 抬手摸了摸脖子上的平安锁 又看了看手上的金手镯 看来不用担心饿肚子 突然开门声响起 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猫了进来 也不知道宝贝堂堂醒着没 要是她没醒 这趟又白来了 扎爹唐北琛嘀咕的声音越来越近 来到婴儿床前 低头一看 一大一小四目相对 唐北琛尴尬的挥挥手 嗨宝贝 我是爸爸 好憨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傻子 小婴儿脸还有些壮 根本看不出表情 然而唐北琛却从女儿的眼睛里看到了嫌弃 但他没有放弃 快看爸爸给你带什么来了 说着他将一份文件打开 亮出里面的金条购买证明书 看这是爸爸给你的礼物 都是金条 这一刻堂堂眼睛真的老大 想要努力看清上面的小字 是银行购买的货真价实的金条 喜欢 非常喜欢 小奶娃嘀压压的伸手要去哪 唐北琛顺势将购买证明书塞到他手里 别急爸爸这还有好东西哦 说着他又举起一个红色房产证的 这是爸爸送你的别墅 不过你现在还小 户口还没弄好 要过段时间才能过户 这里还有张爸爸送你的 没有额度限制 你随便话 小奶娃感叹不愧是未来唐家家主 出手就是大方 虽然这个家主也没当多久 不过这都不关他事 他只要小钱钱和黄金 于是唐唐里都没理房产证 直接伸手抓向黑卡 殊不知此刻唐北琛内心已经掀起惊涛骇浪 为什么我的家主做不久 女儿你倒是把话说完先了 可惜某个小财迷已经沉溺在金钱的海洋 左手金条购买证明 右手无限额度黑卡 手腕戴着金手镯 脖子上挂着纯金平安锁 美滋滋感受金钱气息 没再给扎跌一个眼神 唐北琛无语 有了黄金就把他忘了 我们堂堂这么喜欢 以后爸爸每天送你好不好 唐北琛努力抢回女儿的目光 显然这个非常有效 好呀好呀 我最喜欢黄金了 不过我就要被扔掉了 享受不了太久 要不你还是明天就一次性买给我吧 不拿到手里我实在放心不下 唐北琛心下一沉 为什么女儿这么肯定他会被抛弃 可以想到他都能听到女儿的心声了 女儿知道点未来的事也不是不可能 但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楚 到底是谁被着他和苏夏锦扔掉他们的宝贝 唐北琛故意装出一副没听懂的样子 说从明天开始 每天都会买一笔黄金 让我们的堂堂成为世上最有钱的小朋友 你明天就买 他妈的原来是老头子做的好事 你怎么来了 这是浴室的门打开 擦完身子的苏夏锦被月嫂搀扶着出来 唐北琛看向妻子的眼神满是复杂 老头子安排人做这件事的时候 一定是被他看到了 所以才会突然对他那么冷漠 以至于刚生产完就执意回自己公寓 当时他一定很失望吧 老婆对不起 让你担心受怕了 唐北琛过去把他拦腰抱起 我问了陈医生都有谁去过病房 别怕有我在 谁都别想把我们一家人分腾 我现在就回去找老头子算账 我儿子回来他愣了一愣 紧接着开口便是指责 听说你回来后就请产假了 生孩子的又不生 你请什么产假 唐北琛被老爸这老古董发言给气笑 他直勾勾地看向唐志玲 一字一句地质问道 爸听说您请了玄大师来京都 那神棍到底胡说八道了些什么 才会让您这么狠心 要把我刚出生的女儿扔了 最后两个字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 可要是不说得这么直白 他又怕老头找借口给自己开脱 扔了 谢雅芝难以置信地无嘴 老公你在做什么 唐志玲脸色难看 淡淡说出几个字 他是不祥之人 会害了唐家 唐北琛和谢雅芝一愣 难以置信地看着面前的老人 我们家是有江山要守护 还是唐唐要抢你皇位 才会让你怕一个小婴儿怕成这样 唐北琛一口气堵在嗓子眼气出了内伤 唐唐是我女人 我不会再让你有机会伤害她 是要撤我职 还是把我赶出唐家 随你的便 说完唐北琛转身就走 从唐家出来 唐北琛立即拨通了秘书的电话 帮我找几个靠谱的保镖 24小时住家保护的那种 另一边苏夏井刚未完满 正用手指漫不经心地逗弄着女人 你爸爸以前就因为爷爷听信神棍的会儿 故意把你姑姑从总公司调走生气过 这肯定很火达 他这一闹 你爷爷以后应该不敢再伤害你 所以我们的堂堂不要怕 爸爸妈妈会保护你了 堂堂不禁为老妈的天真感到担忧 我的漂亮妈妈呀 你真是对命运一无所知 要是命运真那么简单就能改变 我们俩也不会生生世世都早死了 你要是真正舍不得我那扎爹 不想跟他离婚 那等你身体恢复了 就捡起你的事业继续工作 有事做转移一些注意力 也总比恋爱脑只专注扎爹一个好 苏夏井手一抖 生生世世 难怪之前脑海里闪过的画面都有些微的不同 原来是已经经历那么多次了 不过 女儿好像还不知道她已经在找律师准备离婚 以及她打算要付出的事 你出生之前我跟你爸爸约定你 无论她去哪里出差都会带上我们 以后我们一家三口会一直在一起 苏夏井故意装作不知道她的担忧 继续诱导她 等我们堂堂再长大一点 爸爸妈妈就带你环游世界好不好 好你的头 小奶娃恨铁不成钢地在内心大木头 顶多一年 你姬妹就会来勾引你老公 不出两年 他们就会搞在一起 我三岁那年你就要死了 知不知道从现在开始 你只有三年可活了 居然还想着跟渣男环游世界 别总想着爱情那点小事了 快把你脑子里的水都倒了 苏夏井大惊 女儿才出生一年多 那渣男就能忘记自己的承诺 背叛她的母女 这更加坚定了她要离婚的决心 随后她便开始哄女儿睡觉 小奶娃一顿输出已经口干舌燥 可看到老妈像个没事人一样无动于衷 她真是火大又无能为力 随便你吧 恋爱脑不听人劝 最后哭的人又不是我 我干嘛要多管闲事 最后小奶娃妈妈咧咧睡着了 戴尔根子安静下来 苏夏井喝了碗汤 简单吃了点主食 就在她准备休息时 唐北琛回来了 苏夏井拉过被子转身背对她 用自己的行动表达抗议 唐北琛绕到床的另一边小心蹲下 唯唯去去趴在床上 是我疏忽大意才吓到你和唐唐 不过我刚刚已经跟爸谈过 他不敢再来伤害我们女儿了 我就算拼了命也会保护好他的 坚定的模样令苏夏井微微动怒 多么动听感人的话 他失去唐唐后病重的时候 他是不是也会这样说 然后有一天累了不想再承担了 就毫不犹豫地离开 你走吧 唐北琛傻眼了 老 老婆 你让我去哪里 苏夏井不回答 只是静静看着她 我不走 唐北琛耍赖直接往床上一趟 老婆你才为我生了糖糖 我要对你负责 我要留在你身边承担 身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 苏夏井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他随手抓了个枕头砸过去 出去 这次只是让他出去 而不是让他离开 唐北琛自动屏蔽对他不利的 接住枕头好言好语唬着 好好好老婆我听你的 我这就滚出去 你有什么需要就打电话叫我 我保证随叫随到 他一边往门口退一边指着手机盯住 第二天早上 王姐准备充奶粉喂呢 唐北琛立刻跟了过去 我来吧 听到房间里熟悉的声音 小奶娃先摸了摸脖子上的荷包 还好黄金和小钱钱也在 心的一天也还没被抛弃呢 看着缩成一团 双手紧抱着小荷包的女儿 唐北琛沉默了一会儿 问王姐要抱起来喂吗 对 抱起来喂 跟孩子增进一下父女感情 小丫头静静看着她一言难尽 而其实不增进也行的 我这渣爹 连跟我妈这么多年的感情 都能说背叛就背叛 更何况是我呢 为了咱俩都舒服 你还是把我放回婴儿床吧 你要是实在想做点什么 我不介意让你来帮我服奶瓶的 唐北琛欲哭无泪 亲闺女口口声声叫她渣爹 还让她当服瓶子的工人 对上女儿嫌弃的眼神 唐北琛更下不去手了 艰难地喂完奶后 把唐唐放回婴儿床 医生上午来给母女俩 做了简单的检查 等在睡一觉起来 全家给她洗澡的时候 唐唐已经习惯了被人照顾 舒舒服服地泡在水里 身体恢复了一些后 苏夏景也想洗澡 唐北琛自告奋勇举手要帮忙 再次被苏夏景拒之门外 那我在外面等着 有需要的叫我 唐北琛搭了着脑袋 唯唯去去守在门口 唐唐抱着小荷包看戏 漂亮妈妈生气的时候好可怕 但也好漂亮 渣男被抛弃的戏份 我爱看来多子 唐北琛蛮怨疼 宝贝儿 你不知情爸爸不怪你 但可不可以不要再说爸爸渣 你再说下去 我们这个家就要散了 唐北琛在婴儿床前卑微蹲下 爸爸跟你说说 我跟妈妈之间的感情吧 唐北琛把他和苏夏景 第一次正式相遇 到相识相知相恋 曾被老爷子反对恋情 再到最后顺利结婚 并有了孩子 事无巨细地说给小丫头听 他现在真是怕死了女儿的这张嘴 他爱老婆和女儿 他的老婆和孩子 只能是苏夏景和堂堂 所以他也绝对不会出轨的 希望他近十年的暗恋感情 能感动女儿 让他别再胡言乱语了 小丫头被接回堂家后 根本没人跟他说父母的事 听完确实蛮有感触 但不多 原来这就是你们的恋情了 唐北琛心里一阵感动 女儿终于听懂她的话 宝贝儿 这么多年了我只爱你妈妈一个 所以别再胡乱给我出轨了 小丫头一脸冷漠脸 那又为什么要伤害我漂亮妈妈 爱了那么多年 爱得那么深 为什么要在她最辛苦 最需要你的时候背叛她 你知道我每次看到 妈妈的墓碑时是什么心情吗 算了算了 是我瞎操心的毛病犯了 反正我现在还是个 什么都做不了的小婴子 我说了这么多你也听不到 我也没办法按着你的头 让你赶过道歉 对不起漂亮妈妈 我不该鬼离心窍 被扎爹的话迷火 我反思 这一刻唐北琛感觉如坠冰 她居然在下井 最痛苦的时候背叛了她 亲手害死了她 这真的是她做过的事吗 唐北琛感觉世界快要崩塌 待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 爸爸知道经历这次的事情后 你和妈妈很难再相信我 但爸爸会保护你们 努力让你们再次信任我的 唐北琛压下情绪继续说 一边观察女儿的反应 试图从她的吐槽里搜刮出一点信息 小丫头专心悔过 手动关闭了听力功能 无论扎爹说什么 她都毫无波动 不听不听 不听扎爹念经 唐北琛欲哭无泪 她安慰自己没关系 爸爸会证明给你和妈妈看 小丫头却没有任何反应 原来她不知何事已经睡着了 小婴儿的精力体力有限 唐唐每天吃了睡 睡了吃 醒着的那点时间 也都用完数黄金和小钱钱了 再顺便夸夸漂亮妈妈 吐槽一下扎爹 这天醒来 小丫头发现漂亮妈妈不在房间 倒是在半开着的房门外说话 可太远了 她根本听不清在说什么 哇哇哇 小丫头假装哭了几声 再说什么呢也让我听听 扔下这么可爱的女儿 自己去玩好玩吧 一点也不讲魔女意气 那堂堂醒了 堂堂是在找妈妈吗 王姐一手拿奶瓶 匕首抱着她出去 你妈妈在跟经纪人说工作 我们悄悄的过去 不要打扰妈妈 这话说的 我平时除了饿了要喝呢 也没怎么哭过呀 再说了 我只是想听八卦 又不是来仙桌的 王姐给我来抱吧 苏夏景接过堂堂 熟练的调整好小糖果喜欢的姿势 就第二个剧本吧 她用手指了纸桌上的剧本 第一个故事也不错 但时间太赶了 我至少得堂堂半岁后才能复出 第二个时间比较宽裕 我也这样觉得 张张把其他剧本都收了回去 拿出另一份文件带 说说你离婚的事吧 这是律师那天根据你的情况 你的离婚协议 你看看还有哪里需要补充的 堂堂奶都不喝了 哦吼 我漂亮妈妈终于智冷起来 点赞点赞 我双手双脚给漂亮妈妈点赞 离什么婚 唐北琛一进门就听到女儿的声音 拖鞋都没穿 侧着脚冲了进门 谁说要离婚了 我怎么不知道 他腿长三两步走了过来 必把抢过桌上的离婚协议 哗哗几下就撕了个粉碎 我不同意 苏夏紧偏了他一眼不为所动 张张一点也不意外 抱着双手往沙发上依靠看戏 堂堂没见过这场面 呆住了 撕了 我扎爹竟然把离婚协议撕了 没错 你扎爹发疯了 撕个离婚协议而已 你爹我敢做的还多着呢 但很快 唐北琛就发现女儿 看他的眼神不太对 只是短短几秒 女儿眼里的震惊变成了无奈 看傻子一样的眼神 纸质的协议书撕了就撕了 大不了再打印一份 现在都什么时代了 居然还想用私离婚协议来反抗离婚 幼稚不幼稚 乖女儿啊 这个时候你就不能不拆我台吗 堂堂 谢雅芝跟在突然发疯的儿子身后进来 确定了自己听到的陌生声音 是孙女的整个人将主 带愣愣地指着苏夏锦怀里的堂堂 这孩子他怎么 然而看儿子和儿媳妇都很淡定 没察觉到不对的样子 谢雅芝默默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 苏夏锦抱紧堂堂 警惕看向他 怎么了 医院回来后 他拒绝了所有堂家人来看他和堂堂 其他人或许真的不知情 但是关女儿安危 苏夏锦不得不小心谨慎 对所有堂家人保持防备的心 唐北琛有意识地挡住了他大半视线 妈你来之前答应我什么的 谢雅芝发现 儿子和儿媳妇都在防着他伤害孩子 一点没察觉到堂堂的异样 莫非只有我一个人能听到孙女的声音 没什么 谢雅芝压下心惊 温和笑了笑 我只是觉得堂堂这孩子真聪明 才十天就会自己赴奶瓶了 居然对小婴儿搞歧视 我只是小又不是傻 唐北琛憋着笑 原来女儿怼人是不分年龄身份的 这下心理平衡了 谢雅芝不惊想 嘴还怪厉害的 不过孩子聪明是好事 都怪老头子 害我这么晚了才见到这么可爱的孙女 要是老头子知道我们家堂堂是这么聪明的孩子 不知道他会不会骂死那神贵 知道堂堂不是普通的小婴儿 谢雅芝不敢再有半点吗 打起十二分精神 堂堂你好啊 我是奶奶 她小心伸出手 碰了碰堂堂的脸 另一只手变魔术一样 变出来一个长命锁 这是奶奶给你的见面呢 不好意思啊 这么晚了才来看你 堂堂现在是一个拥有价值几千万的黄金 可不限额度黑卡的小富婆 已经不是以前那个随便用一个长命锁就两眼放光 马上能被收买的小婴儿 对奶奶送的长命锁 她只是抬起眼皮扫了一眼 她已经有外公和漂亮妈妈送的各种金饰 还有扎爹送的金条 所以兴趣不是特别大 谢雅芝悠悠看了儿子一眼 原来我孙女喜欢金子 难怪刚刚出门的时候特意叮嘱我别的不需要的 金饰和钱管够就行了 害我只拿了这么一个长命锁 而且你这家伙送了那么多 把孩子胃都养大了才提醒你 是不是过分了点 礼物还没送出去就惨遭孙女嫌弃 谢雅芝有些尴尬 这堂堂不喜欢吗 谢雅芝犹豫着收回了 那奶奶改天给你换一个更好看的好不好 谁说我不喜欢了 小丫头眼几手快一把抓住长命锁 我只是感慨一下 又没说不要 谁会嫌金子多 不过这个我是不会带的 得让漂亮妈妈帮我收起来 上一世老头子买通衣服调换了一个死因 对爸妈宣称他出生就死了 即便未来他被找回来 也是把锅甩给护士 说是护士搞错了 其他人信不信他不敢说 可身为老头子的枕边人 老太太肯定是比别人更清楚 所以他端回唐家那一枕 老太太对他很好 对他嘘寒问暖 还给他买了很多东西 除此之外 也并未给他太多关心 而他这样做 也只是妄图用金钱物质弥补他 当自己好过点 所以即便后面几时他根本没有回唐家 对唐家人的爱恨情感都大了 对这个奶奶的感情仍然很复杂 谢谢 我给唐唐收起来吧 苏夏景把长命锁接了过去 织女莫若母 堂堂只对金子和钱感兴趣 再多都不会嫌多 能让他如此兴致缺缺 无非就是隔应唐家 准确说是唐家老爷子 堂堂都能暂时放下恩怨收下长命锁 苏夏景也不会嫌弃 大不了找个机会卖了 换成金子或者小钱钱 谢雅芝看出了母女俩的心思 心里有些失落 只好把所有怨气怒气撒到老头子身上 都怪那臭老头 谢雅芝越想越气 只想马上回去臭骂一顿 他看向苏夏景眼里满是歉意 我知道你因为老头子的事还在生气 我不会奢求你对我们没有情绪 你在恼火都是应该的 老头子那边 这些天我已经骂过了 我可以跟你保证 绝对不会再让他乱买 只是吧 这件事阿琛是无辜的 身为孩子的父亲 他跟你一样是受害者 所以我请求你 能不能再多给他一次补过的机会 毕竟堂堂还想需要父亲 谁说我需要渣爹的 你都没问过我意见 怎么就代表我 小丫头实在听不下去 嘀压压打断老太太的我 渣爹 渣爹 谢雅之猛地看向唐北琛 你到底做了什么 对不起夏景和唐唐魔女的事 此时空气突然沉寂了下来 唐唐却还在为不禁允许 就代表他郁闷着 渣爹有什么好的 是图他出轨背叛我漂亮妈妈 还是图他给我带个后妈回来 图他只会嘴上说抱歉对不起我 然后又把我晾着不管我 任我被欺负 好你的唐北琛 竟然把我对你的教育大耳旁风 竟干些伤害老婆孩子的事 错在自家儿子 谢雅之也没办法睁眼说瞎话 他恨铁不成钢地扫了儿子一眼 要是唐唐实在不喜欢 你过得也不开心 那就离了吧 苏夏景看呆了 前几秒还在劝他给唐北琛机会 怎么好端端地就劝说他离婚了 唐唐也惊讶他的转变 但对结果很是赞同 奶奶说得不错 漂亮妈妈你赶紧带着我离婚吧 我不要扎爹了 我要跟你一起去找新的心理 谢雅之被小丫头的这一声 奶奶叫得激激动又羞愧 这么好的孩子老头子 怎么舍得下手 还有唐北琛也是 他怎么忍心做出伤害妻女的事 这父子俩一个比一个不像话 唐北琛忍不了 妈您能不能别捣乱了 我是不会跟夏景离婚的 他已经习惯了被女儿喊扎爹 因为他一定会用行动证明自己不扎 所以不在乎怎么称呼他 但离婚又不同了 他没想过要跟苏夏景分成 更不会放弃女儿 也不想去承担自己 没做过的事情的后务 这是我和夏景之间的事 妈你就别来给我添乱了 我添乱 谢雅芝不可理喻地看着他 要不是你自己 不行不能说出来 他们听不到唐唐说的话 他也不清楚夏景知道多少 要是贸然告诉他们唐唐说的那些话 搞不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糕 好吧好吧 我不添乱了 谢雅芝头疼地板了白手 你们的事你们自己解决吧 你要是伤到唐唐了我就找你算账 老爷子干的好事 导致苏夏景现在防着所有唐家人 谢雅芝怕给他压力 看完孙女就离开了 小丫头喝饱了奶打了个个 聚精会神盯着漂亮妈妈和扎爹 既然都已经开口谈离婚了 要不你们干脆趁机把离婚条款也谈了 我还没看过豪门是怎么离婚的呢 想看 夫妻俩一阵无语 王姐 你带唐唐去房间睡觉吧 离婚这是一次肯定谈不好 唐北琛又在发疯 闹大了对孩子影响不好 为什么要把我送走 你们要说什么是我这个小婴儿不能听的 我要听让我也看看 为了表达抗议 唐唐假哭着嚎了几嗓子 要不是听得到你在说什么 我还真信了你在哭 连忙吩咐王姐把小丫头抱回房间 笔记门唐唐就不哭了 王姐看得目瞪口呆 原来唐唐是舍不得妈妈 不不 我只是舍不得八卦 现实中的豪门离婚 可比小说电视剧中真是多了 居然不让她看 好生气 气得她都睡不着觉了 但小婴儿的身体由不得她 在婴儿床里折腾了几下 很快就睡了过去 晚上起来 苏夏景和唐北琛已经谈完了 唐唐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只是知道漂亮妈妈态度更冷淡了 可即便如此 扎爹还是在卖力讨好漂亮妈妈 这反应应该是没谈吐 不过漂亮妈妈已经决定离婚 并有了行动也是一件好事 值得鼓励 只要她挺住 总有一天能离城的 未完奶 苏夏景去洗澡了 王姐你也去洗澡休息了 我来照顾唐唐就好 唐北琛从王姐那接过唐唐 抱着去了自己的客房 唐唐宝贝 爸爸先打个电话 你等等我 既然有工作要忙 那就把我放在婴儿床上就好了 我对你的工作内容并不感兴趣 那怎么行 这个电话就是说给你听的 秘书很快接通 唐北琛迫不及待问他 怎么样你查到我出轨的证据了吗 没有事吧 别的方向是不没有 你几乎每天都跟着我跑 还记得我以前跟哪个女性亲密接触过吗 场合和类型不限定 同公司的女同事也包括在内 我有对其他女性做过什么 让你们误会的事吗 秘书很是无语 不知道自家老板抽什么疯 要查自己有没有出轨 但为了自己的范围 他只好顺着老板的话如实回答 是吧 唐北琛特意在跟秘书确认了一遍 好了 你去忙吧 挂了电话 唐北琛假装跟小丫头诉苦 我们堂堂也会相信爸爸的 不苦能报 就算你现在还没错 也改变不了 已经出轨背叛过我漂亮妈妈的事实 你已经这样伤害我漂亮妈妈事实了 所以不管你现在说什么做什么 我都不会再相信你了 唐北琛心意沉 他就这样背叛伤害了下井事实 确实挺人渣的 而且还是跟我那怪会伪装的阿姨 唐北琛一愣 阿姨 是哪个阿姨 闺女掉尾口是会折瘦的 女儿知道她当了时事人渣 还知道另一个人是谁 这已经不是一般的预言 这将会成为救她命的关键 可偏偏女儿没说那个人是谁 唐北琛一口气提到嗓子也 发誓一定要从女儿嘴里 套出那个女人的信息 为了让你和妈妈放心 明天开始我会把所有认识的女性名字 都写下来交给你妈妈 请你妈妈监督我 唐唐也来帮妈妈监督爸爸好不好 才不管你 我现在想到你都觉得来我 干嘛还要给自己找气息 只要一想到她和苏楚楚那点迫事 唐唐就为漂亮妈妈感到不止 越想越生气 小丫头干脆闭上眼睛睡觉 眼不见心不凡 很快唐北琛耳边传来均匀的呼吸声 确定唐唐是睡着了 唐北琛如泻了气的皮球般 整个人垮了下来 怎么会这样 她把脸埋在手掌间嘟囔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 她爱苏夏季 认定了她只想跟她过一辈子 从未想过没有她的日子 可为什么这样的 她要伤害自己最重要的 还是实施 真是过分 她怎么舍得 如果每次都是因为她的背叛 伤害到了夏季 也难怪唐唐对她意见那么大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们 唐唐满月这天 苏夏季拒绝了所有 要前来祝贺的亲朋好友 起初苏建森怎么也不同意 非要闹着给外孙女庆祝满月 苏夏季费了老大劲 好说歹说才终于说服她 大喜的日子 她不想同时看到唐北琛和苏楚楚 同理唐家的人也一样 不过也有例外的 上午九点半 唐东成带着大儿子唐贤气 按下了苏夏季的公寓门里 保姆张一去开门 小丫头刚起来吃饱洗了澡 香喷喷的被漂亮妈妈抱着去接客 大哥上午好 婚还没离成 苏夏季暂时还是按备份喊人 上午好 唐东成换了鞋进来 放下器材就过来看唐糖 唐糖这么早就醒了吗 对 大概知道你们要来给她拍满月照 她早早的就醒了 苏夏季抱着唐糖跟唐东成问好 白唐糖这是大伯 唐糖目不转睛看着唐东成 不愧是大伯真好 苏夏季庆幸幸还好女儿还不会说话 还好除了她没人听到 唐东成一脸问号的环部四周 谁在说话 虽然唐家的人不咋地 但不得不说这家人的颜值是真的很了不起 虽然还是很讨厌唐家 但还好我也继承了这家的颜值基因 看在美貌上我今天就暂时不吐槽他们 大伯要是也送我黄金 看在脸的份上 我可以暂时喜欢他一下 唐糖抓紧了脖子上的荷包 苏夏季尴尬转移话题 看来我们唐糖很喜欢大伯了 抓着一盒包的黄金购买单 和黑卡目不转睛盯着别人 怎么看都是一种无声的暗示 他再次庆幸只有自己能听到女儿的心声 这要是被当事人发现他女儿是在索要黄金 他真得钻地动 太这么尴尬了 唐东成观察了苏夏季压下心惊 用手指碰了碰唐糖脖子上的平安锁 唐糖喜欢平安锁吗 下次大伯也给你带一个好不好 唐糖开心的咧嘴笑 好好好 只要是金子做的送什么都可以 唐东成失笑 挺坦诚意的孩子 苏夏季在内心无声呐喊 宝贝你收敛点吧 来只是大哥哥 苏夏季急忙抱着他转移注意力 小丫头视线往下对上一双温柔的眼睛 男孩嘴角戴笑温温柔柔看着他 但视线并不让人讨厌 是很友好的好气打量 唐糖妹妹你好我是唐贤奇 12岁的美少年主动伸出手 唐糖也在好气打量 他长得很秀气眉眼很像大伯 整体五官却比大伯柔和许多 看得出来长大后绝对是很受女生们欢迎的帅哥 只可惜唐糖没见过长大后的大哥哥的模样 他只知道唐家有个大哥哥12岁的时候出意外死 原来是这么好看 这么温柔的大哥哥 跟唐家另外几个歪瓜裂枣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 虽然他也不知道另外几个歪瓜裂枣 哥哥小时候是什么样的 总之长大后都是一群废物 眼前这个大哥哥给他的感觉跟废物们完全不一样 长大绝对是个人才 可惜了 大概是跟自己一样生生世世早死的命 小手抓住大哥哥的手指 你好美少年 苏夏景有些诧异 没想到女儿还是个严控 地旁的唐东城欣慰的点点头 这么小就有自己的审美了 不错 唐贤奇只觉得新妹妹好可爱 他用另一只手戳了戳小丫头领蛋 堂堂好可爱 肯定了 我漂亮妈妈这么美 我扎爹也是帅的我怎么可能不可爱 唐东城诧异的看向苏夏景 听说他最近在跟阿琛闹离婚 原来是真的 是不是因为阿琛做了背叛他的事 唐北琛去公司开完早会回来 看到大哥已经来了 微微惊讶了一下 你这么早就来了呀 嗯 唐东城复杂地看着自家弟弟欲言又止 我担心唐糖要睡觉就想得早点回来 他什么时候醒了就什么时候 问这也不错 唐北琛换了鞋进来 经过唐东城身边时 他隐约闻到一股很淡的女士香水味 你这是才回来 唐东城一把拉住他眼里带着怒鸣 大哥你那是什么桌奸的眼神 对啊 唐北琛一头雾水 刚从公司开完会回来 大哥你怎么了 唐东城尴尬松了手 没什么就是有些意外 你这么早就工作完了 今天唐糖满月 这么重要的日子 我怎么可以缺席 你知道就好 唐东城拿出相机 快去换衣服吧 我这边布置 一下就开始拍照了 唐北琛反应正常应该是没出口 可能是唐糖误会搞错了 好 唐糖的满月照 苏夏景和唐北琛都希望能拍得生活化一些 把唐糖交给王姐和张宁 两人回房换了一身休闲款衣服 出来后两人先在唐东城指导下 拍了一些一家三口的全家服 然后再是各自抱着唐糖的合照 最后才是唐糖个人的拍照 主要集中在婴儿床沙发 或者在儿童房不走 前世是养父母每天都在为了生活奔波 一家四口从来没有正式拍过全家服 拍全家服对她来说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 她有些好奇是什么感觉 没多久小丫头就后悔了 拍照实在太累 被抱着很久 轮到个人照的时候 小丫头就完全不想动 唐糖看一下大国这里 唐东城边拍边找好的角度 是以唐糖配合看自己 然而唐糖不想动 一点也不想动 于是她被放在雪白的毛毯上 王姐和张仪拿着玩具 在前面不停逗她吸引她注意力 小糖果看这里看阿姨这里 一般小孩子被放在地上趴着 看到前面有人逗她时 都会努力养着头找发声员 摄影师在迅速捕捉到宝宝 睁大眼睛好奇张望的音乐 堂堂已经累得要死 大人怎样把她放下呢 她就怎么趴着 一动不动看都没看一眼 任谁喊都是与我无瓜 你们这些大人就知道 喜欢小孩子做你们想做的事 自己几十岁了 都未必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和欲望 居然妄想让一个小孩子 像机器人一样听从指挥 我还是刚满月的脆弱小婴儿 你就指挥我做这做吗 过分不过分 给小孩子拍照拼的是抓拍瞬间 我要是能标准做到你们要求 你们不会觉得更恐怖吗 我只是小婴儿累了没力气了 也爬不起了 你们爱咋滴咋滴吧 休想再让我动一下 反正我是不会再佩服了 堂堂彻底躺平谁也不搭理 见小丫头脸朝地连个眼神都不 几个听到心声的人都沉默了 王姐张仪喊了半天 结果喊出了反笑 那面相去也默默停了下来 这堂堂好像累了 更可能是今天起太早困了吧 搜下紧过去把堂堂抱了起来 要不就拍到这里吗 庞北琛附和道 对对对剩下的个人照 我们自己看着拍吧 可以 庞东城收了相机站了起来 全家福都挺不错的 剩下的个人照 你们平时多用手机拍点就好 孩子嘛 主要还是记录他生活中有趣的瞬间 纪念日的照片有几张就够了 是他以自我为忠心太久 总是自以为是觉得孩子不会似头 妄图把自己的思想强加给孩子 却忽略了孩子自己的感受 庞东城低头看向乖乖 跟在他旁边学习摄影的儿子 伸手放在儿子的脑袋上轻轻揉了揉 以后得多跟孩子沟通才行 唐先欺仰头回了他一个温柔的笑容 我可以跟堂堂一起拍一张吗 他向苏夏景询问道 苏夏景先看向堂堂 堂堂好啊好啊 我喜欢跟美少年大哥哥拍照 大哥哥今年12岁了吧 帮我和大哥哥多拍点 不然以后就再也没机会跟大哥哥拍照 苏夏景以为他指的是 自己会被抛弃才会没机会 心疼不宜默默抱紧女儿 唐北琛叠开了视线 这孩子心智这么早熟 估计是亲眼看到老头子做的那点 缺得是留下心理命令 小小年纪就要承担这么多太可怜了 只是为什么我的心里会这么过癌 可以啊 苏夏景抱着小丫头走到唐先欺面前 这是我们唐唐第一次见到大哥哥 唐唐看起来很喜欢大哥哥 就麻烦小七陪妹妹多拍点 好唐先欺小心翼接过唐头 努力不让自己的胳膊搁着她 小丫头是三十天大的成熟小婴儿 她在大哥哥臂弯里扭动了几下 找了一个合适又能很好欣赏 美少年的位置舒舒服服躺下 美颜暴击 从下网上看我大哥哥的小和线条真完美 漂亮大哥哥是王子 美少年大哥哥真好看 我好喜欢呀 唐先欺长这么大没少被人这样夸 但被当面夸成这样的 小糖果还是第一人 就挺让人害羞的 红韵从脸庞逐渐蔓延到双耳脖子 唐先欺不自在地四处张望 她是小一辈的老大 有个小四岁的亲弟弟 好几个比她小的堂弟疼妹 平日里没少被弟弟妹妹们围着喊大哥 不知不觉就有了大哥的觉悟和责任 少年老成唐东成 已经很久没看到大儿子孩子的一面 原来我们阿琪长大了 被可爱妹妹盯着看居然会害羞了 唐东成打去儿子 唐北称快酸成柠檬精了 我们堂堂可不轻易盯着人看的 看来这是真的很喜欢大哥哥了 我照顾女儿这么久都没这待遇 唐先欺脸红的张了张嘴 又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小堂果说的那些话 光是听着就够让人害羞了 她是万万说不出口的 更何况这是小堂果的心里话 她就算解释这是小堂果自己说的 估计也没人会相信 堂堂你这样目不转睛盯着大哥哥看 大哥哥会害羞的了 苏夏紧忍着笑戳了戳堂堂的小脸 但提醒道 快别只盯着大哥哥 大哥哥一直这样抱着你很辛苦 你快看镜头吧 拍完照好让大哥哥休息一下 好吧 那我拍完了再看 小丫头一一不舍做出让步 兄妹俩的合拍照很简单 先是唐贤奇抱着堂堂在儿童房里拍了几张 然后又去客厅拍了几张 拍完合照堂东成叫堂北琛和苏夏紧看照片 唐贤奇则是抱着堂堂陪她玩 欣赏够了美少年的美貌 堂堂真的困了 她恋恋不舍收回视线准备睡觉 路光却看到了堂贤奇手腕上的腕表 手表的外圈像了钻闪闪发亮 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 堂堂双眼一亮顿时又精神起来了 钻石 大哥哥的手表上有钻石 闪闪的好漂亮 我喜欢钻石 堂贤奇看了叔叔一眼抱紧怀里的妹妹 堂堂喜欢这个吗 他把钻石手表拿了下来送你好不好 堂堂震惊 送我 真的假的 可是这个钻石手表一看就很贵 应该也是大哥哥收到的贵重礼物吧 做人不能贪得无厌 这么重要的礼物我不能要 堂贤奇被他的董事逗笑了 直接把手表塞到他手里 就当是给你的见面 这个手表是他去年奥数比赛拿下冠军 爸妈送他的贺 确实很珍贵 但他不后悔把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小堂 堂堂还是坚持不满 可是你和大伯已经给我带了别的礼物了 他虽然喜欢之前的东西 但也不是不懂分寸什么都说 这点底线他还是有的 没关系的 堂贤奇干脆把手表给他戴上 我还有爸妈送我的别的手表 堂堂喜欢就好 乌乌大哥哥真好 我爱大哥哥 唐北琴心碎一地 连刚见面的阿琪都得到女儿的爱了 他得继续努力才行 为什么会这样呢 沉甸甸的钻石手表套在堂堂手腕上 就像压在他心口上 一想到大哥哥只能活到十二岁 堂堂心里就难受悲从踪来 大哥哥这么温柔 对我这么好还这么好看 为什么小小年纪就死了 我不要大哥哥早死 小丫头的眼泪不受控制往外涌 他偏过头趴在堂贤奇怀里哭了起来 堂贤奇全身僵硬看着像是被吓到了不知所措 实则大脑一片空白 他会早死 苏夏景心头一颤 原来刚刚堂堂说的以后 没有机会合照指的是这个 不仅仅是女儿有被抛弃的命运 还有阿琪的命运 唐北琛从堂贤奇怀里抱过女儿 故意去拿她的手表 问是不是不喜欢大哥哥送的手表 小丫头气得马上护住手表不哭了 谁说我不喜欢了 我最喜欢大哥哥送的礼物了 你要是敢拿走我跟你急 唐北琛哭笑不得松了手 他点了女儿的额头 既然那么喜欢为什么要哭 你看你突然哭起来 都把大哥哥吓坏了 堂堂转头看去 果然看到大哥哥脸色惨白 我只是舍不得大哥哥 大哥哥都十二岁 我要是能早点认识大哥哥就好了 小丫头哽咽着朝堂贤奇伸出小端手 大哥哥抱抱 苏夏景反应了过来 堂堂不知道他能听到他的心声 所以心里说话没顾忌 但他可以利用这点诱导堂堂说出关键信息 堂贤奇早死的消息确实震撼 但还有机会 只要知道他因什么而死 什么时候死 就可以避免死亡 你这孩子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苏夏景走过来直接接过他 你才把大哥哥吓到 现在又要大哥哥抱抱 妈妈抱吧 让大哥哥休息一下 要是喜欢大哥哥以后让大哥哥常来 或者妈妈带你去找大哥哥玩好不好 真的 那好吧 今天就先放过大哥哥 下次再让大哥哥抱抱吧 堂东城也有同样的想法 堂堂是因为喜欢跟阿琪一起玩 才突然说出这件事的 以后只要让他们多一块玩 总有机会得到更多消息 还来得及 确定好要洗的照片 堂东城把剩下的一起打包 发给唐北琛和苏夏景 而后便要带着唐贤奇离 苏夏景挽留 张仪已经在做午饭了大哥 你和阿琪吃了饭再走吧 堂东城收好器材 你嫂子今晚有个演出 我得回去做准 大伯父和大伯母感情真好 扎爹之前还说是对漂亮妈妈 一见钟情暗恋多年了 看看大伯父怎么对大伯母的 哪像扎爹才几年就背叛了承诺 伤害我漂亮妈妈 还吹自己有多生气 狠狠鄙视了 堂东城面无表情看向唐北琛 指了指旁边的儿童房 阿琛来这边一下 我有点话跟你说 唐北琛跟着他过去 人之所以是人是因为人有思想 有道德意识懂得自我克制 被美好的事物惑人吸引 是所有生物的天性 区别在于人知道分子 保持距离欣赏便可只知道 遵从本能行事 不顾身边人感受的那是动物 唐北琛说我明白你要表达什么 听说夏井要跟你离婚了 唐东城神色复杂地看着他 你和夏井的是我管不了 但一个在事业巅峰期放下事业 跟你结婚生子的女人 却在刚生产完就提出离婚 其原因肯定比生产走鬼门关 更让他痛苦难以接受的是 唐家是传统的老豪门 老一辈封建古板家规严格 从小教育他们要重情重务 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一直以来他们兄弟姐妹 几个都做得不错 万万没想到他们唐家未来当家 以后竟会做出这么不负责任的事 别忘了他为你付出了多少 你对他做出过什么承诺 又履行了多少 想想你们这一路走来的不容易 就算真多爱了也好 句好散好好道理 送他离开而不是残忍的伤害他 咱们爸已经伤害过夏景和唐妥 你这个丈夫和父亲该做的事 保护好他们母女俩 唐唐一出生苏夏景就要离婚 任谁看了都会觉得是唐北琛 做了对不起他们母女的事 唐北琛非常理解老妈和大哥会误会 虽然不是现在的他做的糊涂事 但归根到底人渣的唐北琛也是他 做错了事就要立正挨骂 再委屈也得受着 出来时唐东城已经带着唐贤妻离开 苏夏景抱着唐唐送客 小丫头此事已经困得不行 却还在努力撑着挥着小短手表达不舍 大哥哥一定要再来找我玩呀 然后我们一起拍很多很多照片 要是我再大一点就好了 可以跟大哥哥一起吃好吃的 苏夏景在心里吐槽 其实你只是自己想吃吧 还可以一起去游乐园玩 听说小朋友都喜欢去那里玩来着 大哥哥应该也会喜欢 不过我活了这么多事从来没去过 我自己也不知道好不好玩就舍 苏夏景又是一阵心疼 她可怜的女儿 堂堂好像舍不得大哥哥 阿琪以后可以多来家里陪妹们吗 可以啊 唐贤奇抓着他的手指晃了晃 我明天再带一个人一起过来好不好 堂堂知道是谁了 能让大哥哥这么方便就带过来 肯定是他弟 我那个社孔肥宅三哥哥 我是没问题了 唐贤奇小四岁的亲弟唐贤城 是个典型的宅男 因为社孔的性格独特的把扮 与整个家族乃至整个豪门格格不入 除了过年过节必要的家庭聚餐 堂堂从未在别的地方看到过他 再看幽默有趣的大伯温柔又贴心的大哥 在这样温馨的家庭里长大 他到底是怎么扭曲成那样 唐东城 社孔肥宅 阿城 我儿子以后会变成那样 唐贤奇 唐堂妹妹是不是搞错了 那不是我弟弟 唐堂前几世在唐家的时间不是很长 除了四哥跟其他堂兄弟 姐妹之间来往都不多 第一是是因为他们嫌弃他土气 不愿意跟他来往 有了第一式的经验 第二式的他从重生开始就有意提升自己 回唐家后也主动跟他们来往 结果发现这些哥哥姐姐们 其实一个比一个匪 废物哥哥姐姐们连当工具人都够不上资格 后面几次回唐家 除了一如既往带他好的四哥哥 唐堂再没有主动跟其他废物们来往 那个顶着锅盖头 整天带着能挡住半张连眼睛的三哥哥 唐堂更是连他长什么样都不记得 现在能见到小时候的肥宅三哥 他莫名有些期待 为了能更有精力陪大哥哥玩 兼观察锅盖头三哥哥 唐堂头一天晚上就开始早睡不觉 第二天上午唐东城一家四头准时来访 唐堂照就被苏夏锦抱着来 迎接喜欢的大哥哥一家 唐堂敷衍着哼哼哀压了几句 跟唐东城和唐贤七打完招呼 就迫不及待往他们身后看 我那锅盖头三哥哥呢 或许是感应到了他真诚的召唤 唐贤七后面的母亲李七贤身后鬼鬼祟祟 探出来一个能人 巴掌大的小脸精致的五官大眼睛 同仁乌黑精亮是碌碌好奇地看着他 小丫头疑惑 漂亮哥哥你是谁 这是他那个恨不得每天给自己从上 倒下套个麻袋的射孔肥宅三哥哥 这只诈骗 堂堂被吓得蛙的一声叫了出来 小身子条件反射往后仰 这绝对是诈骗 你的锅盖头呢 你的射孔呢 虽然现在看着确实挺怕生的 但这不是我那肥宅三哥哥 堂堂自闭了 就算知道小孩子跟大人有区别 但这区别也太大了 眼前这个精致漂亮的小男孩 跟他记忆中那个总是塑在角落的肥宅 完全就是两个人 不能接受 听到新生的几人心说原来你也有慌张的时候啊 齐齐吐槽 堂堂确实吓到了 但不是被吓到的 唐贤诚又看了看小丫头 懦默点点头 又缩回到妈妈身后 你这孩子 李七仙无奈又把他拉了出来 你跟堂堂是第一次见面 当哥哥的要主动跟妹妹打招呼了 唐贤诚看了看他又看响 转身看着自己的哥哥 领了敏唇抬头看向堂堂怯生生开口 你好堂堂 说完堂贤诚又马上躲到妈妈身后 堂堂总算找到了一点熟悉的感觉 归了挥小胖手 哦您好啊 形象上虽然天差地别 性格倒是有迹可循啊 这么怕生射口 难怪长大后连跟人对视都不管 我活了这么多时 什么奇奇怪怪的人没见过 不就是形象性格跟长大后不太一样吗 没必要跟小屁孩寄情 不过我这三哥哥是真好看 难怪他长大后总是穿起盖装 就这张脸都不需要剪头发换造型 把他那巴掌大的眼镜拿掉 走在路上绝对会被人套马带 可太好看了 一直到进客厅坐下 堂堂的视线都没从唐贤城身上离开过 唐东城是美男帅叔叔 李其贤是出了名的大美人 他们的孩子又怎么可能长得不好看 我要是有他这条件我就去当大明星了 家庭背景雄厚有人保驾护衡 进娱乐圈没人敢欺负 可比当死宅有出息多了 唐贤城被堂堂看得浑身不自在 听到他不带停歇地夸自己 更是想钻地动 他不停往大人身后躲 但小妹妹的视线实在太霸道 不管他躲哪里再怎么假装看不到 那视线都一直黏在他身上 想无视都无视不了 好可怕 唐贤其抱着堂堂凑近 阿诚你要不要抱抱妹妹 堂堂听了后当真朝堂贤城伸出小短手 漂亮三哥哥抱抱 他最喜欢跟好看的人贴贴了 堂贤城整个人几乎要贴在美金身上 脑袋摇成波浪鼓一样 不要 从近来叔叔家 他就莫名其妙能听到妹妹在说话 就算他嘴巴都没动一下 也一直在不停地说呀说 这个妹妹好奇怪 他也好奇怪 来之前哥哥跟他说过 堂堂妹妹跟别的弟弟妹妹不同 偶尔会做出一些古怪的行为 但他不要害怕 他努力了 就算听到妹妹在说话 也没有表现出来 可是他是真的害怕 哥哥为什么还要让他抱妹妹 哥哥该不会是故意要整他吧 堂贤城不肯堂贤气只好做吧 堂堂只是想跟你玩别吧 堂堂就是 抱一下又怎么了 我一个刚满月的脆弱小婴儿 还能吃了你不成 堂贤城心说你虽然不会吃了我 但你是真的很可怕 堂贤城忍着笑把堂堂抱回自己怀里 三哥哥不懂事大哥哥抱吧 堂堂大哥哥最好的大哥哥贴贴 不抱就不抱呗 至于怕成那样吗 我也不是谁想抱就能抱得好 看看我扎爹 我就从来没主动要他抱过 公主主动让你抱抱 乖乖听话才是你唯一的选择 堂北辰无比赞同 没错 公主让你抱抱 你该感恩才对 堂贤城大概理解哥哥说的话 这个妹妹确实跟其他弟弟妹妹不一样 她不仅奇怪 还好抱抱 堂堂越想越郁闷 她出生以来每个见到她的人都夸她可爱好吗 每个人都争着抢着要抱她 根据这些人的反应可以看出 见过她的人都会喜欢她 或者对她有好感才对 唯独这个锅盖头三哥哥对她必如舍心 亏得她一开始那么热情 夸了她那么多 同一个爹妈生的 为什么大哥哥性格这么好 又会照顾人锅盖头三哥哥却这么怕生 亲兄弟之间的基因差别这么大吗 难道是大哥哥太优秀 给他太大压力 堂堂百思不得其 目不转睛盯着唐贤城 他应该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锅盖头和大哥哥看起来关系不错 大哥哥每次鼓励他做什么的时候 他都会给予回应 所以应该只是单纯的怕生 难道是因为失去大哥哥后 再没有人这样贴心又耐心鼓励他 所以二十几年后他才会 变成连跟人对视都不敢 如果真的是这样 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堂堂看他的眼神逐渐悲哀起来 锅盖头你要是一直这么没出息 就真的太辜负大哥哥对你的期待了 毕竟大哥哥能陪你的时间不多了 唐贤城目瞪口呆 他说的是什么意思 哥哥为什么陪不了他很长时间 他要去哪里吗 可他没听爸妈说过呀 不要 唐贤城都快哭出来 唐贤城 你不要害怕 小丫头安慰他 大哥哥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不要担心 爸爸妈妈虽然都很爱 但他们都要工作能陪他的时间很少 所以大部分时候都是哥哥陪他了 教他作业安慰他 他最喜欢哥哥了 哥哥也一定很喜欢他 可为什么要走 唐贤城突然间有好多好多话想问 但他实在不擅长沟通 一着急更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头说话 这是怎么了 唐贤城也没料到弟弟会突然红着眼睛要哭起来 吓了一跳 是因为刚刚我逗你吗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你别哭了好吗 唐贤城一只手抱着小丫头 边伸手给唐贤城擦眼泪 你要是不喜欢 我以后不逗你了是哥哥不对 唐贤也惊呆了 就这么不想抱我 不想逗我说话吗 这么可爱的我被你拒绝了都没生气 你怎么还自己哭起来了 好吧是我低估了社恐的接受能力 我不该找你要抱抱的 作为一个活了实施的成年人 唐贤必然是不会幼稚到跟一个小屁孩计较 是我不好啦你别哭了 我以后不逗你就是了 从小就这么怕生 难怪失去喜欢的大哥哥后会越来越自闭设恐 小小年纪就要经历这么多 也是怪可怜的呢 唐贤城哭得更厉害了 妹妹又说我会失去哥哥 可是他又不告诉我哥哥要去哪里 我为什么会失去哥哥 谁都没想到唐贤城会突然把自己憋哭 大人们纷纷停了下来 手忙脚乱地安慰他 苏夏景以为他是被唐贤求报下哭的 赶紧把孩子抱走 对不起哦阿诚唐贤他太热情 我这就把他抱走 不 不是的 唐贤城用手背擦了眼泪 扭扭捏捏说我没有下等 所有人都是一浪 唐贤城也看不懂这个他一手带大的弟弟 那又是为什么 因为唐贤城张着嘴又呆住了 我要怎么解释 告诉爸妈哥哥和叔叔婶婶 他能听到妹妹的新生妹妹说他会失去哥哥 但不说怎么失去妹妹还凶了他 说他是锅盖头 可是他要怎么说 要解释的东西好多 要怎么把这些连起来 还能让大家都能听懂 好复杂 唐贤城想的头都要炸了 几时复仇失败后 堂堂曾经有过一段自闭的时间 害怕面对人什么也不想说 一看他这模样就知道社恐又犯了 有什么好纠结的你就直接说不喜欢我 不想看到我们 比以前可是连坏老头子都敢无事 现在怎么这么胆小 再说了你还是小孩子 你就算真做错了也没人会责备 你怕什么 唐贤城觉得妹妹说的好像很有道理 虽然他也不知道坏老头是谁 但听起来我好像还挺厉害 慢慢来 唐贤城把手放在弟弟的肩膀上 无声的给予他力量 就像平时在家里跟我们说话一样 慢慢试着跟堂堂沟通吧 唐贤城抬头在哥哥的鼓励下 重新鼓起了勇气 嗯 他用力一点头深吸一口气看向堂堂 我没有不喜欢你 然后他试探着伸出手 我我可以抱抱你吗 虽然还是会害怕但妹妹说的对 他已经八岁了不能什么都依赖哥哥 即便哥哥并不会离开他 他也应该学会独立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天啊 李七仙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走向 惊讶的无助组 我们阿诚居然主动要求抱妹妹了 这是什么惊人的改变 苏夏井正愣了下 小心翼一把堂堂放在他手上 那就辛苦阿诚了 唐贤城脸红了红 从香香软软的怀抱 换到木架子一样的小孩手里 小丫头浑身不舒服 你别一直僵着身子啊 我还是脆弱的小婴儿 硬邦邦的你抱得我好难受啊 放轻松点别那么紧张 来这边坐着吧 唐贤其护着他在沙发坐下 小婴儿虽然很脆弱 只要我们小心点就不会伤害到他了 阿诚你先坐着习惯一下 嗯 唐贤城后背挺直 将着手小心翼抱着 一边听哥哥的话试着放松 对就这样阿诚做得很好 李七仙和唐东城也鼓励他 放松下来后就可以试着抽出一只手 跟妹妹握握手 好 看着那么大一个孩子在他小小的怀里 唐贤城根本不敢抽手 于是他把小丫头往胳膊挪动了一笔 试探着用手指碰了碰唐糖的小手 唐糖回应他 肉嘟嘟的小手一把抓住他的尸指 你这不是做得很好吗 这么聪明又好看 整天窝在家里当肥宅实在太可惜了 被一个比自己小八岁的妹妹夸 唐贤城一点也不会觉得高兴 他仰头看向唐贤其 哥哥我这样做得对吗 唐贤其鼓励地摸了摸他头很好 而且我觉得唐糖也很高兴 唐贤城腼腆地笑了笑 顺势捏了捏唐糖的小肉手 唐糖看得目瞪口呆 看不出来啊 原来你是胸控 而且还是个撒娇鬼 就这么点事还要特意求夸夸 这么喜欢大哥哥 难怪大哥哥死后你会有那么大的打击 唐贤城脸上的笑意讲 什么 我哥哥会死 挨压唐糖才刚吃饱就这么急着找大哥哥 王姐只好抱着他去找唐贤其 给我吧 唐贤其伸手接过了唐糖 我和阿诚来带唐糖就好 辛苦了 苏夏景给女儿擦了嘴 那我去给你们拿些吃的过来 谢谢婶婶 看唐糖乖巧躺在唐贤其怀你 唐贤城觉得自己今天也应该可以 蠢蠢欲动望着唐糖 哥我可以抱唐糖吗 可以但你要先把冰淇淋吃完 好 唐贤城加快了吃冰淇淋速度 唐糖看着都觉得牙酸 吃这么快小心你肚子疼 见他目不转睛看着自己唐贤城动作一顿 把冰淇淋往唐糖面前一地 妹妹要吃吗 唐糖扭头 我养生不吃 我还是脆弱的小婴儿 你居然给我吃这么危险的东西 他确实是要做吃等死 但不代表要做死 吃坏肚子了难受的还是他自己 傻子才会去找最瘦吗 三十几天大的小婴儿说自己要养生 要不是亲耳听到亲眼见到 谁也不会相信这是真实发生的 唐贤城忽然觉得手里的冰淇淋不相挺 大人们老让他少吃点冰淇淋 否则会肚子疼的 他基本上没放在心上照样每天吃 吃了这么多年也只是偶尔那么几次肚子疼 还有可能是吃了别的东西吃坏的 所以理所当然觉得大人们在忽悠小孩 现在居然要被一个刚出生的小婴儿这样说脚 怎么不吃了 唐贤城好奇地看着地面 唐贤城看看他又看看冰淇淋很是尴尬 我不想吃了 为什么 不舒服吃多了肚子不舒服 爸妈教育他不能浪费食物冰淇淋炎 不能吃一点就扔掉 哥你可以帮我吃了吗 唐贤城瞪着湿漉漉的眼睛 可怜兮兮看着哥哥 给我吧 唐贤城接过冰淇淋想吃 但抱着唐糖实在不方便 他只好把小勺子放回去吧 这唐糖调整合适的姿势 唐贤城看着哥哥为自己解决苦难 而左右为难心里很过不去 纠结了好一会儿怯生生伸出小手 哥我来抱唐糖吧 唐贤城震惊 真的可以吗 小丫头很意外 哦或锅盖头居然会对第二次见面的我主动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不错不错 再接再厉加油摆脱社会 当一个阳光开朗锅盖头吧 好生气 突然不想抱他 唐贤城当真抽回了神 委屈敏淳他妹妹好像不喜欢我 又不能直接跟哥哥控诉说妹妹欺负他 好气啊 没有吧 唐贤城低头看了眼面无表情的唐贤 唐贤城没有不喜欢 唐贤城默默吐槽 他一直在心里欺负 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不信我们来问问唐贤 唐贤城先放下冰淇淋 然后抓着小丫头的手碰了碰唐贤城 我们唐贤城很喜欢三哥哥的事吧 唐贤城装出一副听懂的的样子 亲切地抓住唐贤城的小手 回应了唐贤城的话 我一个三十几天大的小婴儿 懂个屁的喜欢不喜欢 你想抱就抱吧 哪来的那么多纠结 这点鸡猫蒜皮的事都要纠结成这样 难怪会越来越怕跟人交流 唐贤城再次吐槽 还说没有不喜欢 你看你又骂我 唐贤城忍相 唐贤妹妹脾气还蛮大的 那你帮我先把冰淇淋放冰箱吧 唐贤城只好暂时放弃 让这俩不对付的祖宗友好相助 等唐贤城睡了我再吃 就小糖果这贤气的劲儿就算阿成接受了 他也肯定会继续折腾阿成 算了算了以后再慢慢来吧 好 唐贤城逃逝地拿着冰淇淋跑 唐贤城舒服地靠在唐贤其身上担忧叹气 哎 这么依赖你哥 要是你哥真离开了 你以后怎么承受得住 时事人生只有前几世跟唐家有牵扯 那些不愉快的记忆也都被后面的几世摸平 如今除了唐家老爷子几个 唐贤对其他人无爱无恨 尤其是一个比一个废物的小辈们 唐贤城以后废不废 还当不当肥宅都跟他没关系 反正他也未必能看得到那天 只有跟他一样生生世世早死的唐贤其 能让他有一点怜悯之心 想要在他短暂的生命结束之前 尽量多陪陪着孩子 唐贤本想再多陪唐贤其玩玩 但小婴儿的身体实在太受险 动不了 说不了 除了冲他咧嘴傻了傻也做不了 小丫头努力了一下下果断放弃挣扎 没一会儿就睡了过去 在醒来时他隐约感觉有人在围着他嘀嘀咕咕 唐贤压到这个荷包了 里面好像装了卡片 会不会戳到他呀 堂堂睡觉的时候不老实 荷包已经转到脖子后面 正好卡在脖子和枕头之间 唐贤成怕伤到他难受 试图把荷包拉出来 谁知他的手刚一碰到绳子 一只肉糊糊的小手趴地拍在了他手背上 堂堂睁开眼睛醒了 不准碰我的小钱包 他奶胸奶胸地抓着荷包 嘀压压地拍唐贤成的手 唐贤其疑惑 原来脖子上挂着的不是平安妇之类吗 他一个小婴儿为什么要在脖子上挂一个钱包 不理解 再看看 我没有要抢你东西 唐贤成委屈收回手解释说 你压到这个了我怕你难受 只是想帮你拉出来 堂堂醒过神 看清了罪魁祸首是谁 阿是锅盖头啊 是我误会你了对不起哦 不过这也不能怪我 谁让你动我的小钱包呢 下次注意点吧 唐贤成傻眼 你道歉一点诚意都没有 堂堂醒了吗 对妹妹醒了 苏夏景便带堂堂去喂奶 然后叫上唐贤其和唐贤成客厅吃下午 刚坐下唐东城回来了 这么快吗 苏夏景有些惊讶 唐东城胡乱找了个借口 路上正好听朋友说云龙道长在 所以我就先去了白云罐 求道平安符就回来了 好巧啊 这么多大师就云龙道长一个管用 竟这么被他撞上了 真幸运 唐东城接过阿姨送来的果汁喝了点润口 我跟道长一提阿诚的噩梦 道长马上就知道我的来意 然后就给了我一个平安符 让我给阿琪戴上 说是可以帮他挡一截 他从包里拿出平安符 亲手给儿子戴上 道长特别叮嘱了不可以离身 就算是洗澡也必须在一米之内 唐贤奇摸了摸脖子上 平安符乖乖硬道好 堂堂真心高兴 我师父轻易不插手这种事的 他既然给了大哥个平安符 那就说明大哥个还有希望 那要是我以前要是在八卦一点 多了解一些大哥个的死因 希望就更大 唐贤奇过世后 唐家怕提起他会让唐东城夫妻伤心 所以老爷子禁止家里人再提他 堂堂回家后认识的同辈中有二三四五六哥 但从未见过大哥 找不到任何新闻 大概是走的时候太行 大哥的死成了唐家的禁忌 阿姨也没敢详细说 他一直不知道大哥的具体死因 唐东城觉得有希望已经足够了 苏夏景真是万幸 太好了 唐贤城直接扑到哥哥怀里 我哥哥有救了 妹妹说这个道长这么厉害 那哥哥就一定会没事 是啊 唐东城摸了摸唐贤城的脑袋 多亏了我们阿诚提醒 要是没有那个噩梦 他还要想别的借口才能去求福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感谢唐藤 多谢他带来的这个消息 不过 唐东略显歉意地看向苏夏景 道长没有给我唐藤的平安符 但他让我给你和唐藤带句话 什么话 唐藤竖起耳朵